魏英靠在他肩上 双手挂在他脖子上 声音很低 我 给你讲讲那三个月 好不好 受了舒服33边 又闭关养伤的那三年 蓝湛从没有对魏英细说过程 魏英问过一次 没有得到详细的解答 就不再问了 乱葬岗的那三个月 蓝湛当年也问过一次 同样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后来魏英重生 他也不再问了 他们都有各自无法言说的创伤 后来也都默契地 允许对方绝口不提 但是今天 魏英要说给他听 蓝湛心中一痛 抱紧了他 答 好 一开始 有很多怨灵在我耳边说话 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只是一直在说 日夜不停 很吵 我的腿摔断了 只能在地上爬 我很饿 很渴 也很痛 但是我不敢睡觉 因为一睡过去 他们就会把我撕了 我没有金丹了 无法聚集灵气为我所用 熬到第三天 我想起了叔父曾经问我的那个问题 魏英断断续续地说着 眼泪无声地滑落 我试着吸纳怨气 但是他们在我体内横冲直撞 一点也不听话 我试了一个月 每天都在想新的办法 后来我太累了 就想 算了吧 反正也没人在乎我 死了就死了吧 可是 我听见你在喊我 一直在喊我 然后我就看到了几颗竹子 我把他们烧熟了吃下去 剩下一节烧黑了的竹子 做成了陈情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为什么要管一把鬼笛叫陈情 没有 蓝湛的声音也变得很低沉 那时候你问我配件为何名 我说叫随便 你好像生气了 所以我就想 要是我能活着出去 如果你问我他的名字 我要答出一个好听的名字来 第二个月 我成功用一缕心神 喂养了一只大鬼 再加上陈情 那些怨气就不再伤害我了 我见过你用闲杀术 就试着用吹奏陈情遇鬼杀鬼 到了第三个月 白鬼都听我号令 我就把乱葬岗的怨气 吸走了一大半 魏英说着说着 眼泪自己就停了 他想抬手去擦 却发现自己肩头也是一片尸 他大吃一惊 连忙去看蓝湛 蓝湛和他一样 也是满脸泪痕 你哭什么 问是这么问 魏英还是小心翼翼地 拿起自己中医的袖子 给他擦眼泪 哭坏了我心疼 怪谁 蓝湛张嘴想说些什么 却又发现任何言语 都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悲痛和愧疚 于是他把他搂得更紧 像是要把他藏进自身骨穴里 再不让他祭绊分腾 魏英轻拍他的背 吸了吸鼻子 说 我说这些 不是要惹你伤心 我说得似曾相识 是我在乱葬岗 见过很多的少年尸骨 被我吸走怨气后 就如今日我们所见那具白骨 只会重复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如果当初我没有修炼轨道 后来你能见到的也只是一具少年白骨了 你回来了 对啊 我回来了 魏英捧起他的脸 在他眼睛出个碰了一下 我回来了呀 蓝湛重新睁开眼 深深地凝视着他 哭过的双眸更显清澈 里面藏着两个小小的魏英 魏英看呆了 第二天日上三肝 魏英才悠悠醒来 身上干干净净 右脚心也被好好地重新上过药包扎过了 醒来身侧无人 魏英要闹了 垂着竹床就喊 蓝湛 蓝湛 蓝湛从厨房出来 端来了一碗红糖粥 魏英脸一黑 转过脸去不理他 蓝湛也不恼 走过去搬过他的脸 柔声哄道 喝一点 嗯 魏英撅着嘴不说话 蓝湛无奈 又说我差人去请酒馆老板过来一续 大约半个时辰就到 魏英没办法 只好在他脸上捏了一把出气 我都要散架了 怎么问话 喝了粥就有力气了 蓝湛端起碗咬了一勺粥 递到他唇边 魏英喝了一口粥 却跟小狗似的咬住勺子不松口 蓝湛失笑 又哄道 别闹 嗯 魏英瞪他 蓝湛刮了他鼻尖一下 继续哄 多少吃一点 好吗 魏英再装不下去 拜下阵来 你厉害 酒馆老板姗姗来迟 日中食材道 一来就直奔茅屋去看送科 魏英被蓝湛小心扶着 慢悠悠走过去 酒馆老板进门时 宋科正背对着门口 蹲在那堆白骨前思索 他先是一愣 然后问 你喝醉酒跑去挖坟了 宋科吓了一跳 没稳住 整个人差点扑坐到白骨堆上 这时魏英和蓝湛也进了屋 魏英说 小心点 这骨头脆 可经不起你折腾 骨 骨头 酒馆老板又是一愣 宋科无奈站起来 说 七娘 你怎么过来了 酒馆老板正是柳七娘 年少首寡 无父无母无二 靠经营酒馆为生 蓝先生托人来说 有事相问 正好我也想看看 你病好了没 就过来了 那坐下说吧 宋科走到桌前 给他倒了一杯清茶 接着又给蓝湛和魏英 各倒了一杯 他最近都喝药 便没有给自己倒茶 魏英问 柳老板 恕我冒昧 你丈夫过世时 年纪多大 柳七娘迟疑了一下 反问 这跟你们今天特意找我过来要问的事有关 魏英点头 对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 先夫与我成亲不到一年 就因病去世 当时年纪不过二十二 蓝湛忽然问 可有子嗣 你看我如今截然一身 自然是没有的 蓝湛又问 可有兄弟姐妹 柳七娘明显一愣 我是有过一个小弟 魏英接着问 他也是早王 柳七娘叹了口气 妈撒着手里的茶杯 回忆到 三年前 我的弟弟九郎 也因病过世了 他走时 是不是才十六七岁 对 你怎么知道 魏英看了一眼墙角的那堆白骨 不打反问 尸骨是不是葬在了河边 对 他生前最爱到河边游泳 也最爱到处跑 病了以后 知道自己十日无多 就求我 求我在他死后 把他埋到他过去 长去玩耍的河滩底下 七娘说着说着 抬手抹了一把眼泪 宋柯默默看着 一言不发 魏英又问 那他生前 可有什么心愿未了 心愿 没有吧 他是个顶老实 善良的孩子 只是那时候 我们家穷 只有一间屋 一张床 他十二岁以后 就一直睡得地谱 直到他生病 才终于躺在床上睡 魏英和蓝湛对看一眼 终于觉得问到了点子上 你们关系好吗 我父母过世得早 长姐如母 我虽然对她严厉 但两个人相依为命 她跟我自然是感情深厚 明白了 魏英接着问 你最近有没有梦见过她 七娘发现 魏英有意无意 总是看着墙角那堆白骨 心忽然砰砰直跳 问这跟她有关系吗 魏英不再掩饰 说这具白骨 是我昨夜在河滩唤醒的 她一直走到这间屋子 躺在床上就不动了 白骨如何能再唤醒 七娘双眼含泪 哀哀地看着魏英 你的意思是 她就是酒郎吗 你梦见了什么 自她走后 我一直没有梦见过她 我以为她早就 投胎去过下一世了 昨夜 我却梦见她和小时候 能跑能跳时那样 手里捧着一大把路边 摘来的各色野花 说要送给阿姐 要我从此过上好日子 说到这里 七娘已是气不成声 宋柯扶着她 走到那堆白骨面前 酒郎 七娘蹲下去 嚎啕大哭 魏英最怕女人哭 用求助的眼神 看向蓝湛 蓝湛拍拍她的手背 说 让她哭吧 过了一刻中 七娘止住了哭声 脱下自己的外袍 把地上的白骨 一根一根装好 抱在怀里 宋柯终于说话了 你想把她葬在何处 从前我没有钱 她说要埋在河底 我就随她了 如今我有了钱 她又回来了 自然是要厚葬她的 城外山上有座庙 我在庙里供着长明灯 这一回 我想把她葬在山上 挨着寺庙 日日听着佛音 让她下意识投个好胎 魏英张了张嘴 终究没说这句白骨本 就没有怨念 怕是早就投了胎 赚了事了 我不要变唤我